一般店家或机关单位开幕活动 绝大多数都是现地剪彩仪式来进行 不过瑞瑞香复原拔仔装的千岁阿嬷们却大胆创新 以开直播的方式来为社区设立的阿嬷咖啡馆举办开幕典礼 透过镜头一起来看看 场地布置完毕 接着架设摄影机灯光以及打开直播网络系统后 社区拔仔协会理事长周玉梅带领阿嬷们上台 当直播主主持副原拔仔装阿嬷咖啡馆正式开幕营运 以往都是在店面或者社滩展售在地农产或社区文创商品的阿嬷们 现在也跟着科技潮流升级 进阶到网络直播开卖 个个有点害怕却也有一点小开心 想尝试新的事物 不知道写的来嘛 你最怕的是什么 电脑我不敢乱弄 那么多睡了一下也忘记了 现在呢现在换到网络直播了 直播卖东西 直播卖那个什么 豆芽咖啡 有那台的火车很可爱啊 对对对对对 对啊 你也要来捧场哦 富原社区发展协会长年来推动社照结合各工部门的资源力量 不断开发在地人文艺术特色产业成效卓著 随着社会的高龄化也搭理推动老人关怀据点 这一次社区设立阿玛的咖啡馆 理事长周玉梅表示也提供社区小农以可展示的平台 首先就要谢谢花莲县数位机会中心 瑞税数位机会中心今天特别安排了这场直播来帮我们社区做行销 之前有请老师来上课来培训 让阿嬷学习煮咖啡 那我们其实也有一批工作人员 那他们一起在这个课程中演习一起学习 那最主要是希望把这个长明文化馆这里 把它打造成一个休闲的一个场域 那未来呢也希望经由这个咖啡馆的成立 我们可以带动周边的这个商机 不论是硬体的加强还是软体的观摩及研习训练 社区阿嬷们筹备了半年多 这一次结合瑞税DOC数位机会中心 以现场直播方式来为阿嬷咖啡馆开幕 不仅是社区的创举 更吸引了不少网友按赞留言力挺 阿嬷们开心也欢迎大家来赴原车站长明文化馆旁的火车厢 品尝阿嬷的手重咖啡 记者是玉兰瑞税采访报道 阿嬷